報導社會消息 彰化縣西湖鎮 在八月中發生了死亡車禍 造成一家四口 媽媽傷重不治 爸爸還有後座的兩歲女兒 以及當時只有三個月大的兒子 輕重傷 一開始以為只是自撞車禍 但是彰化地檢署追查發現 行車記錄器 錄下車禍前 夫妻倆激烈爭吵 臨陷男子 懷疑妻子外遇 所以遺棄之下高速撞車 檢察官因此依殺人罪 以及對兒童殺人未遂罪起訴 今年八月 黑色轎車高速衝撞 路邊超市鐵門掀起大片 煙塵冒出火花 當時車上一家四口 二十五歲媽媽傷重 綜藝不治 爸爸右腳骨折 坐後座的三個月大 男嬰有安全座椅輕傷 兩歲女兒重傷 這場車禍一開始以為是超速失控意外 但監禁檢查行車記錄器後大翻盤 調閱車內的行車記錄器 發現雙方對話 認本案系林某 故意高速行駛衝撞 導致車禍發生 行車記錄器陸下 夫妻在車上吵架 二十五歲的林姓男子 還對妻子出言恐嚇 檢察官根據行車記錄器認為 被告涉嫌刑法的恐嚇 強制殺人罪嫌 而且他開車以一百四十四公里的高速衝撞 造成後座的一對兒女輕重傷 涉嫌對兒童殺人未遂 觸犯兒哨法 將被加重其刑 被告父親很無奈說一切尊重司法調查 兒子還在羈押中有空會去探望 車禍受傷的兩歲孫女 仍在家戶病房治療中 孫子已經五六個月大 目前交由阿公照顧 社會處評估後認為阿公家 可以妥善照顧孩子 因此不用安置 華視新聞 雄嵐聯品 新界綜藝 彰化報導